呈现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依旧是一位来自于上戏的诗歌啊 也是最近太多的喜事要跟大家分享了 让我们招生欢迎胡歌 哈喽胡歌老师好 嗯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嗯各位在观看直播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胡歌 哎来坐下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啊 这个县尾大院播出的时候啊 自己有看吗 有有有 会看一些网友的评论吗 网友的评论看的比较少 我主要是看县尾大院里其他优秀的演员的精彩的表演 所以真的是会看一下 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表演更加细腻 那肯定因为其实每一次拍戏 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能够完整看到自己的表演的机会并不多 嗯 而且我们在现场的演绎和最终做完后期剪辑的呈现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 呃 所以我基本上每次自己的戏在播出的时候 我都会 附一下盘吧 嗯 让自己更精彩一些 呃 对 我觉得就是呃 呃 呃表演这个事吧 还是得得得琢磨 呃 我我觉得呃 当然演员有很多种啊 有一些是天天赋型的 天赋异禀型的 你不怕自己归一为天赋异禀 那肯定不是 嗯 但我我觉得我还是呃 需要呃花点时间和精力 嗯 嗯 对对 我是属于比较笨的那种 嗯 但是还非常勤奋的那一种 呃 我还不够勤奋吧 对啊 对自己要求好高 呃 其实你在获得微博king的时候 真的把很多人的思绪拉到了那个 呃 当时看 呃 那天其实也挺巧的 嗯 呃 也没想到会和易飞同台 因为真的 我跟他其实很久没有见了 嗯 呃 然后呢 我因为刚好就是呃 前一阵呃 我在网上有看到那个十年之约 嗯 其实还有还是有挺多的先议的粉丝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的嘛 然后他们也呃 经常有时候会发一些那个呃 经典的片段 嗯 呃 有时候会爱的我 所以我会看到 正好刷到刷到那那条视频 我就呃 记住了 灵儿 嗯 赵灵儿 当年许的愿望 嗯 哎 自己现在在刷到当年的那个视频 看到当年自己演绎的这个李逍遥角色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啊 说实话啊 呃 其实呃 我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虽然呃演李逍遥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和太多的技巧可言 呃 能够把自己打动 呃 我觉得表演还是需要一些真挚真诚的 嗯 可能那个时候缺乏技巧呃也缺少经验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 就是 是用一颗真的体验的心在演 嗯 那 相同的角色或者类型的剧演多了以后 嗯 容易会有一些套 嗯 所以虽然我我过去快二十年了吧 快二十年了 我有时候看到李逍遥的那个时候塑造李逍遥片段的时候 我我我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也演不出来了 啊 就是那种就当时的那个感觉啊 对对对 嗯 但也是给我们一代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呃 今天因为后台嘛 我们都要有一个拍照环节 所以来 好嘞 等一下看一下 这么多 不好意思啊 这个怼郭金飞 呃 怼那个雷佳音怼太近了 你怎么可以把他拍的那么瘦 啊 你看我还是被夸了吧 我我我真的我都 他真人根本不长这样 我把他拍帅了是不是师哥 哈哈 很难让我们的胡师哥违背良心 哈哈 好嘞 那哎 其实要不要跟我们聊聊近况啊 这个胡哥老师 因为知道最近还在拍摄那个繁花当中 我们其实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片花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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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有煎熬的部分啊 嗯 因为整个战线拉的特别特别长 它真的就是像一场马拉松 而且很多时候都看不到终点 嗯 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啊 嗯 这一生中能够有一次机会跟王导合作 我觉得 非常值 嗯 哪怕 哪怕 哪怕他会 让你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都觉得非常值得 嗯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片花来说真的非常有品质 谢谢谢谢 非常有质感 大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今年呢是我们东方卫视20岁的生日 作为 上海人 上海人 上海小女依罗东方卫视长大的孩子 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我们东方卫视 嗯 还是非常感谢东方卫视的 东方卫视之前叫上海卫视嘛 嗯 其实 从小就是看着上海电视台上海卫视 东方卫视的节目啊 电视剧啊长大的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 没有 不像现在啊 我们现在 呃 获取各种信息或者追剧等等等等 好像都都很方便可以通过网络 那个时候 其实电视 呃 卫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相对唯一的 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的一个窗口 或者说是一个平台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呃 是陪伴我们或者说是引领我们成长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嗯 所以也很感谢 很感谢 呃 这一代的电视人 嗯 感谢电视人的幕后付出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 我们这一代也是看着电视长大的 所以很感谢你们在荧幕上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谢谢 谢谢我们的师哥 嗯 来给我们签个 好嘞 哦 你果然拍的很好 真的吗 这个也不太像我 我怎么感觉 但是 但是我觉得是有美颜的效果的 哦 不怪我啊 是他美颜了 就他们本来就长得很好看 然后一美颜嘛就不像了啊 不怪我啊 实际甩锅 然后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谢谢 好 谢谢虎哥老师 谢谢 好了辛苦啊辛苦啊 谢谢 做直播很辛苦 哈哈哈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